請問請指揮 指揮 fibre指揮 募室...給你這個... 退伍會的業務 嚴格講起來是有重大的關聯 你對目前募室的情況 我相信你都瞭解這些數字 你滿不滿意? 木兵的狀況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這是外交官的講法 這木兵的這種狀態是很糟糕的 應該講很糟糕 當然他有他的限天上的困難 木兵成功的國家 他們的人口都很多 那木的兵有時候比我們還少 只有美國大概是真的比我們多的 其他的國家像德國、像日本 他們像英國 木的跟人口的比例來講的話 都還比較合理 我們是高的 2300萬人要木17萬人 日本大概是木差不多20萬人 20萬人日本的人口 是我們的好多倍 德國沒有1億也接近1億 那木的兵的人數 也不會比我們多 所以我們真的是 這是個先天上的條 這就是為什麼 從一開始 我對木兵制就有保留 尤其現在是經濟比較不景氣的時候 還木兵木的這麼辛苦 等到經濟恢復以後 那要木兵又更加辛苦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有看了你的這個書面報告 你這裡面有講到就是要 要請 建請這個行政院 這個要積極這個禁用 退伍軍人的這些民營企業 要參佐美國的制度 要訂定獎勵跟補助的措施這樣 那你說這些是不是 你已經跟行政院是不是已經建議了 我們曾經有接觸過 但事實上來講 就是說對獎勵金的部分 國家財政是有困難的 所以我們現在研究是說 是不是我們辦公開的表揚 請我們比較高階的政府官員 用獎狀的方式 登報啊 這也是某種形式的獎勵 如果像美國那樣給予說 租稅的減免啊 這個我們國家可能是撐不下去的 美國坦白講就是一個 軍事的一個 導向的一個國家 是美國的兩百年的歷史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打仗 不是自己人打自己 像內戰啊 就是跟別人打仗 而且多數的時候都在海外跟人家作戰 所以美國有這樣一個作戰的 需求 強烈的需求 所以他對軍人的保障 全世界是第一的 我們沒有辦法學美國了 我們來學美國了 我會選垮 美國人錢不夠就印鈔票就行啊 你們全世界就替他扛啊 我們印鈔票 搞不好人家還不見得要我們鈔票 這個是 國情是完全不同 很多人東東就舉美國的例子 那我請問你那其他國家為什麼不學美國 真要學到日本 學美國條件會比我們差嗎 德國也可以學啊 英國也可以學啊 為什麼沒有人向美國做到這種程度 他們對軍人那種慷慨 對軍人那種照顧 那已經到很難想像的地步 可是我們做不到嘛 我們沒有這種財力嘛 這美國人家說美國窮 美國窮什麼 美國窮我就印鈔票啊 就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學美國 要可能我們要比較像 要複合式的多種的 但是具有自己國家特色的 那樣一個獎勵的措施才行啊 你有沒有考慮過 其實 退伍會 政府應該鼓勵讓退伍會來做一些事情 譬如說 國軍的老物 委外 這些 還有像後勤啊 補保啊 維修啊 佛石啊 保全啊 這些可不可以做 目前來講的話 受限於法令啊 這個 需要公開的公平競爭 那這段怕不 我們現在目前也正在 去努力去修法說 如果像這些的工作 我有退伍軍人的團體 或者我們的公司 來做的話 我們希望有能夠優先的承攬 否則的話在 這個公司創建的初期啊 可能撐不下去 對啦 這個也不能做 那也不能做的話 那就 一事無成了啦 我如果退伍會去做這些事 我覺得應該 來修一些法 對 來做這樣的保障 比如軍隊的伙食 你退伍會可以成立一個公司啊 就是讓這些 退伍的軍人 他們下來以後 自願意的這些軍人 那他們就去 做這個事啊 那這可以吸收不少人啊 保全也是啊 尤其國防部很多的 這種 機構 我都建議 要大量的僱傭保全人員 為什麼 因為你的兵力 精簡的這麼厲害嘛 對不對 我們到美國國防部去 國防部最外圍 那一圈就是保全 保全啊 民間的保全啊 你還做得也是 執行得非常徹底啊 你也看不出 你真的不認真的看 你也看不出 他是保全公司的人耶 你還以為他就是軍人耶 他一樣非常認真啊 對不對 必要的話 一樣可以配槍啊 一點問題都沒有啊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 你要去規劃 但你說包山包海 這個大概民間的反彈就很大 可是你是針對軍隊提供服務 而且你就是退伍會 你去服務 你成立公司去服務這個 這個僱傭退伍軍人 去服務軍隊 我覺得這個至少要做吧 你像說建立下行像龍 這個龍公處啊這些 去做國家重大的工程 跟民間的這些營造業在競爭 這可能會被講話啦 雖然龍公處坦白講 是做了很多的 替國家做了很多的事情 到泰國到沙烏地阿拉伯 造了一些公路 有時候都有傷亡了 是做了不少事啦 但那個時代也過了啦 所以我覺得修一些法 我要軍隊來保全 這個就可以吸收很多人了 另外大概還有像這個 維修阿補保這些阿 像有些東西是有它的敏感性的 你乾脆讓退伍會去承包 這個還比較容易保密 你要讓民間公司去的話 有的裝備是高度的機密的欸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去考慮 這你可以去做了 你要叫政府再去拿錢出來 或是減少稅收 大概不太容易 對 可是這個可以去做 而且我不認為 我們國會議員會去反對 那真的 你可以看得出我們這個 現在木兵制已經 可以講說真的走不下去了 走不下去了 有人當我相信 當時如果有人聽我的建議的話 就不會陷入今天的困境了 可惜沒有聽我的建議了當時 欸 你有什麼看法 諸位 非常謝謝委員剛講的 事實上昨天也非常感謝委員會 也通過了這樣子的提議 的決議事項 就是去修法 請公共工程委員會去修法這一段 我們也在努力 我們也一直在跟公共工程委員會 跟行政院在協商這一段 我們希望就是像剛剛委員所提到這些東西 能夠讓我們 這些退伍軍人的團體 或者是公司 他來承包 這樣子的話 的確是會有造成這些幼營的產生 而且如果感情也不一樣 對 而且他本來就是熟悉這些裝備的 他來做維修 他來做什麼 其實他本來就知道這些東西 他的訓練時間也短 而且 就是跟你講 最保密的因素 我覺得都是 而且國家有時候要推動一些東西 尤其跟國外的一些的關係 你手上有些資源可以去做 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 國家控制一些的資源 我認為我是應該的 跟軍隊相關的資源 我認為我是應該的 但是我是建議你不要直接找公共工程委員會 我 看來看去的 這政府 過去這樣十幾二十年這樣看下來 平行的協調是很糟糕的 有時候內部 機構內部的垂直的協調都很差 底下做很多的事情 上面不知道 一直到目前為止 都還有這個事 我現在都會舉幾個例子出來 但只是不好意思 跟這個業務比較沒有關係 就不去質詢這個東西 那這個水平的這種 這種協調 部會跟部位制的協調 更糟糕 更糟糕 很奇怪 我都覺得說 你這些部位首長 難道 你沒有 沒有電話嗎 你桌子上沒有電話 你可以拿起電話 就可以聯絡的事情 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非常的複雜 開不完的會 會而不決 這個絕而不行 我都覺得很糟糕 所以我認為像這樣的事情 你可能要直接找行政院長 你甚至你應該要告訴總統 就是我們現在募兵制很困難 你要讓我退伍會有一些資源 我用這些資源 來對退伍軍人 這些自願意的士官兵 提供誘因 所以你要找總統講這個事 你要找行政院長找這個事 你要找公共城委員會 我會告訴你 有時候會很辛苦的啦 那個主委 我不認識他人怎麼樣 我真的不曉得 但是 我告訴你 這種水平的 這種協調 能夠推就推啦 我們的官僚體系 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百姓非常不滿 你不要講說百姓 我們立法委員 有時候處理百姓的陳情案 跟行政部門打交道 有時候一個人 他只要搞兩三年耶 他就跟你推啊 上面說OK 中間說不行 中間說OK 底下說不可以 上面已經說沒有問題 在公文上簽了字 底下都不去執行 都有這種事情啦 我那個案子就碰了三年 搞三年到家都還在弄 一個陳情案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 你要出面 你找他們的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 去協商 能夠成功 我覺得最好 否則 你要把這個問題 帶到行政院院會去 你甚至要告訴總統 要他們上面來處理 而且這個事啊 要趕快做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 即使今天說OK 到你真正 把這個公司成立 然後開始去承包這個業務 搞水搞不定是兩年三年以後的事 趕快去做 你現在不做的話 就真的 已經太晚了 再不做更晚 就更可惜了 好不好 謝謝